你听过这首耳熟能详的旋律吗? 不过你听得出音乐中述说着什么样的故事吗? 如果不知道,音乐听得再感动,也少了九分的体会 不懂这些经典乐曲为什么伟大,那就十分可惜了 你好,我是疗愈钢琴家许慧君 我是迪士尼电影音乐,宫崎君动画音乐授权钢琴家 曾经出版二十八张音乐演奏及创作专辑 我热爱用音乐说故事 由我主讲的慧君姐姐说故事《睡前有声书》 更获得KKBOX有声书类畅销第一名 这次我将讲述格林文化出版的二十本音乐童话绘本 并演奏两百多段的乐曲 跟大家分享伟大的音乐家 如何用音乐讲故事 用音乐来演戏 在这部有声书中,我会用说故事的方式 介绍二十部著名的歌剧,芭蕾舞剧,交响乐及音乐剧 也会挑选乐段示范演奏,详细解说 让孩子了解音乐家为什么这样写 他们是如何表达自我的 创作时,他们又经历了什么 在过程中,孩子也能与伟大音乐家的心灵共鸣 每堂课都富有音乐小讲堂 补充莫扎特、贝多芬、普契尼、华格纳、 扎克夫斯基等十六位音乐家的生命故事 创作特色或简单乐理 让孩子不仅是听故事 还能够收获音乐的知识与素养 学习音乐的过程中 我深深体会 音乐不只是技术 还需要感情 很多学生很努力练琴 却无法在音乐上更精进 都是因为他们无法融入自己的感情与想象 去诠释音乐 而故事正好可以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和感受力 对学习音乐或欣赏音乐都很有帮助 期待这部有声书可以开启一扇门 让孩子了解音乐、文学、绘画是如何结合在一起 孩子融会贯通后 自然能培养人文素养 不会成为义文世界的门外汉、绝缘体 因而错过人类文明的精华 一起加入这堂课 Lin身界的并别人 你 你 你 感谢观看